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里克平获得了李德电视亚洲歌唱大赛香港去亚军 并因为长相帅气打扮前卫 被李德电视选为了主持人 在这期间对18岁的毛顺君一见钟情 并开始了交往 当时张国荣还向他求婚 结果却被拒绝 不久之后两人分手 三年后 毛顺君吸引嫁给了法义华侨商人文书洋 很多荣迷仇视毛顺君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他没有答应哥哥的求婚 才导致了张国荣最终的悲剧 张国荣还曾公开表示过 他当时的求婚并不认真 而是为了下退大量的追求者 虽然他这么说 但事实上张国荣最初的几段恋情 一直都是奔着结婚而去的 在和毛顺君分手后的1978年 张国荣差一点和一名圈外的人结婚 婚礼日期都定下了 结果那女孩突然就精神病了 不得不说命运就像是在和张国荣开玩笑 因为自身家庭原因 张国荣非常渴望找一个女人结婚生子 结果偏偏苦求无果 初恋是这一般 毛顺君也是如此 第三任同样也是这样 如果这三段失败的恋情 乐观的哥哥还可以接受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三段 则让他彻底对女人失望了 1979年张国荣认识了雪梨 也就是天龙八部扮演马夫人那个 那年雪梨16岁张国荣对他照顾的无微不至 奈何那时候的雪梨根本不懂爱 甚至后来谈起这段恋情的时候 直接把张国荣当哥哥看待 看起来十分的青春懵懂 然而青春的雪梨就在18岁的时候 把大叔徐少强拿下 不仅仅成为了小三 还给他生了孩子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天大笑话 张国荣的第五段感情是一个关键点 1981年左右张国荣事业陷入了低谷 开始去酒吧买醉消愁 在这期间认识了一名漂亮的混血儿 稀里糊涂的领回家同居 奈何这人是一个女骗子 被识破之后还让人追杀张国荣 因为这段感情 张国荣对男女之爱逐渐的绝望 1981年在拍甜甜24位时 认识了第六任女朋友你是贝 两人在戏中扮演了一对情侣 在戏外也谈起了恋爱 这段感情很纯粹 张国荣谈得也很舒服 不过就在介入佳境的时候 尼师贝却要跑去国外读书 很显然这段感情来得迟了一些 哥哥已经对女人失去了兴趣 如果再早一些 或许两人肯定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结局 1985年5月 当异地相恋的两人正式分手 尼师贝投入了汤振业的怀抱 同年12月9日 在干妈张玉玲女士生日宴上 张国荣见到了十年未见的唐赫德 一眼之间便无法自拔 唐赫德和那些女人相比更可靠 这才成就了这段传奇的恋情 刚刚重逢那阵 张国荣刚被经纪人坑了 欠了一屁股债 好面子张国荣不肯向家里开口要钱 血气方刚他选择打官司 但又没钱 正是窘迫的时候 那时候的唐赫德已经是银行的高管 前途无量 知道张国荣的窘境之后 二话不说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 自己啃了几个月的馒头 这如何不让张国荣感动 和唐先生恋爱之后 张国荣的事业爆红 凭借着风继续吹 成为了香港最受欢迎的男歌手 并开始了歌坛的争霸之路 再和唐赫德确认关系几个月 便见了对方的家长 结果张国荣却遭了唐赫德家人的嫌弃 或许是这个原因 两人曾经有过短暂的分手 这时候有一个女人趁虚而入 这也是张国荣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女人 1983年张国荣在英皇老板杨寿成的引荐下 认识了自己的小迷妹杨诺斯 虽然当时的杨诺斯在美国读书 两人大概两周才能通一次话 但半年后也还是确定了恋爱关系 杨诺斯也把张国荣领回家见了杨寿成 让杨寿成吓了一跳 原本以为只是女二追个星 没想到追成了男女朋友 虽然两人努力地维护着这段感情 但是因为距离的限制 最终也并没能维持太久 或许也是这段恋情 张国荣最终还是觉得唐赫德最适合她 从此开始在长达19年的时间里 两人真的感情也没有再动摇过 当时她很彷徨 毕竟当时的同性恋情 在法律上都是不被允许的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她要以怎样的心态面对观众 张国荣曾对郑佩佩诉说过自己的感情 或许是因为郑佩佩刚从美国回来 或许对这种事情 能有更多的包容和理解 这让郑佩佩明白 原来真挚的感情并不一定只发生在男女之间 1983年 因为张国荣父亲的反对 为了不让她为难 唐赫德主动提出了分手 但两人依旧朋友相交 唐赫德还认了张国荣的母亲为干妈 在此期间 两人分分合合数次 感情始终无法割舍 张国荣试着跟杨诺斯谈过一场恋爱 但因距离太远 最终也没能走远 父亲去说后 家里再没人能阻止两人的关系 于是她和唐赫德再次顺利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1985年 她的新专辑《为你钟情》火爆全网 但很多人不知道 其中隐藏着一个小秘密 专辑的封面是由她自己设计的 她不顾摄影师的反对 一定要把无名纸上的三色戒指拍进封面中 因为这唐赫德送给她的定情之物 戒指三色流转 黄金寓意着忠诚 白金寓意着友情 玫瑰金寓意着爱情 她对封面要求也是对这份感情的回应 在这段不能公开的感情中 或许是对唐赫德的回应 张国荣曾多次提到自己的另一半 张国荣对记者说 她对我很好 跟我好称 她是圈外人 不喜欢曝光 她对媒体说 她会参加自己的告别演唱会 她又说 她最爱的是唐老鸭 她还说 她是属狗的 短发 身材高瘦 但自始至终 媒体都没想到 张国荣的恋人会是同性的唐赫德 毕竟她曾经的恋人全都是女生 为了避开公众的事业 也为了自己的爱情 张国荣在1989年 事业发展巅峰 是退出了歌坛 与唐赫德双双移民加拿大 并且购置了距离几分钟车程的房产 但天生就该是闪耀居心的张国荣 不可能就此成绩 阿非正传就是张国荣宿命导火索 原本计划告别演唱会之后 客串15天电影 在演唱会结束两个月才开拍 也把从加拿大回来她 从客串替换到了主角 甚至一月获得了金像奖影帝 从此她片约不断 1994年 唐赫德也辞去了加拿大的工作 回到香港查打银行工作 陪伴她左右 1997年 张国荣付出歌坛的演唱会上 当众向唐赫德表白 也第一次对所有人宣布两人的恋情 这首歌送给我的母亲 也送给我生命中一个好重要的好朋友 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 不就是唐先生吗 这是对两人感情的交代和承诺 他压上了所有 虽然两人的恋情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祝福 但同样也承受了太多的压力 为了避免狗仔的骚扰 唐赫德辞去了工作 专心在幕后替张国荣打理财物 当时唐赫德在查打银行任高层 负责都是50万以上的大额投资 可以说虔诚自警 但她还是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为张国荣的工作做了自己的努力 2001年9月28日 两人并肩在街头行走 忽然张国荣就牵起唐赫德的手 这让唐赫德很困惑 原来是张国荣发现了后面的狗仔 后来张国荣对媒体说 不就是拍照吗 不过不要偷偷摸摸 我又不是见不得人 我光明磊落 见不得人的从来都不是我 虽说她和唐赫德是情侣 但两人的相处更像是兄弟和朋友 2002年3月 张国荣因大脑化合物不平衡 被确诊为抑郁症 原本乐观开朗她 在抑郁症放大的恶意中 精神恍惚 身体眼中不适 陈淑芬曾说 她病情发作时 痛得想要把肉撕开 真是承受了莫大的折磨 唐赫德在张国荣的葬礼上 送上了对她最真挚的爱意 阿仔 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爱绵绵无绝期 知爱 唐赫德 张国荣在金枝玉叶中说 男也好 女也好 我只知道 我中意你 更令人感动的是 张国荣离世以后 唐赫德并没有利用 她的名气敛财 而是极尽低调 一直和哥哥的骨灰盒 居住在加多利山的公寓 都说留下来的人更痛苦 这话一点也不讲 张国荣离开以后 唐赫德一直守着哥哥的爱犬过日子 最后 这条狗也老 只留下孤零零的一个她 这条狗也好